中国各地流浪在北京的访民 与虎年到来的前夕 自发的举办新年演唱会 来倾诉他们的冤情 但是就在我们新闻解稿的时候 这些访民仍然被警方包围着 没有实物的来源 但是他们表示要与警察抗争到底 访民新年晚会的策划者 刘春宝等人在北京的住所 8号 9号连续被警察干扰 刘春宝拿着菜刀与警察对峙 获得了有限的自由 在紧张的氛围中 刘春宝他们平安的度过10号 但他们依然被警察包围着 只不过目前全换成了便衣 被围困在这里的访民有20多人 他们已经没有了实物的来源 谁都出不了这个门 否则就会被绑架 来了6辆子30多个警察 来解访的 因为我们这些人现在吃不上喝不上 因为假设我们这个人 如果要是出去买菜 或出去干嘛的 随时有可能就是被绑架 据鸾真阳介绍 9号从刘春宝住处附近 被截走的访民刘力 连夜押送 10号已经回到沈阳 关押在苏家屯派出所 目前当地公安局正在做笔录 决定对刘力实行劳动教养处罚 没有电视和报纸 电脑也被断了网 刘春宝他们就像生活在一座无形的孤岛上 唯一能与外界联系的只有手机 据博讯网义工介绍 他们在刘春宝住处停留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内 访民们利用三部手机 一刻不停的轮流接受的电话采访 外界高度关注刘春宝他们的处境 刘春宝在回答电话采访时 多次愤怒表示要找炸药包 与房间共存亡 绝不从那间房子退出 访民们为什么要舍命与警察来抗争呢 感觉这些访民特别特别苦 每个人一个月下来花不到十块钱 那些乞讨的 要饭的 不受政府押迫 但是我们这些访民到街上去乞讨 都会被政府来排案 就新疆访民叫冯永继的 他为他丈夫讨公道 结果呢 他讨了十几年 又做老虎凳啊 打毒针啊 刮辣椒水啊 这个访民全部都藏过 结果不单不讨回公道 甚至比我们以前的冤情还要深 我们是大不了就是你死 那我们威胁地死 我不努力给他们干了 是不是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传统的新年了 在万家团圆的时候 访民们不计后果的抵制中共 对他们的迫害 不知道下一步他们将面临什么 新唐人记者洛西 周平 综合报道